好 那我们把从在上堂课到这堂课里面呢 几乎各类型的电厂的话 我们再把它做一个整理好了 第一种的话就是 是点电和pointed charge的情况 那我们说它的电厂 1是等于4π190分之 比方分之Q 进向朝外 这个大家都最简单的情况 那第二个 如果你有非常多的点电和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说我们的电厂 最重要的一点 是你要把所有的charge 通通把它加起来 而且这个相加是一个什么 向量的相加 所以我们平常基本上 把它写成ri平方qi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你要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最麻烦的一点就是这个方向的相加 那如果是一个连续性的分布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等于把它积分起来 这是我们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你会碰到的一件事情 那再来的话呢 再来的话呢 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一个solid 那是一个石心的球的部分 那不管它是空心过石心的话 你知道你如果你是你的自保体的话 你的charge只会分布在表面上面而已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你是solid 或者是你只是一个share 这一样的这两件事情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那你的电场1 在半径r小于a的部分 它是等于0 然后呢 在外面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电场 好像你所有的电荷集中在中心这一点 那这是我们看到 那第五种的话呢 是我们也做过 它是一个solid 但是uniform 它已经告诉你说 它是均匀分布的 那既然是均匀分布 你就不会是导体了 那这时候的电场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我半径r的时候 在r小于a的范围里头 它是linear r大于a的部分的话呢 是它是这个r平方分之1 在decade的 那这个我们也计算过了 那第六种的话 这还是没有脱离 电场1是随着r平方分之1成比例的 那第六种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平行板的情况 那这个平行板的话呢 记住一件事情 你画平行板的时候 你的charge charge是怎么画的 这个如果我放大一点的话 这边一定是这样子的 这里没有charge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正货charge的话一定是什么 我把它放大 charge 并不是在这中间 不是在这中间 而是在表面 因为它是导体 ok 这是我们看到的 然后呢 这是一个infinity的plane 所以它的电场是一个uniform的场 而对这个uniform的场来讲的话呢 内部 它的场的大小 这是zsigma 这是负sigma 然后场的大小 就是一零零分之sigma 然后我们看到 这是normal n方向 好 那刚刚有同学在问说 我们在那边做的是 你在这里做高斯面 那是这边做一做 要不要再做这边的 不要了 高斯定理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我说在这一点的 对这个高斯定理 e.ds在算floss的时候 e已经不管 这里的电场 e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 而是在空间里面 有一个场 所以这个场到底是从 这个 外太空的a点来的 还是b点来的 这已经不关我的事 我只知道说 在这里有一个场 这个场呢 如果我做一个高斯面 这个封闭的高斯面 那你的floss算出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 我说 在那边 我做的高斯面是这样子 并不代表 这只是在里面产生的场 而是空间里面有的场了 OK 我这就是在这个地方 在多化舌天主的 再给你们讲一下 好 这是你们平常 最常看到的 这是平行版的 这个电场 然后第七种 就是我们看到的 长直导线 这个不是导线 所以应该算是 场子的charge line 那 这个charge line呢 外面 的场 也是normal 镜像朝外 它的场 就跟它的 这个 light charge density 是有关系的了 那它是大小是2π 1.0分之1 距离它多少 距离 如果是z 那这个就是z分之lambda z的component 那如果你要把这个当成是ro 那你这边就是ro OK 那都没有关系 那都是镜像朝外的情况 那用ro是比较好的 因为ro的话就代表 反正我这是light charge 然后ro 就是朝外的 那z的话比较固定方向 好 好 那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凡是你不管任何的 这个带电的conductor 那这个conductor呢 你只能去看你 死在just outside 我没有办法算它很远的地方 但是我从这个表面 外面刚刚outside的电厂 一定是垂直这个表面 OK 电厂一 它是垂直这个表面 而且 这里的local的 这个charge density surface charge density 是呈比例的 n ok 这是我们整个的最主要的这几种电厂的形式 你一定要非常清楚 而且要非常的熟悉 那到这里我们已经把电厂大概就是已经知道了 那从这里面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好 四五 六七 甚至于八 你都可以用高斯定理来计算 但是 如果 你不是一个对称性的 没有对称性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取的高斯面 那个面上面的个点 本来你在这里 只是什么 对一维在做积分而已 如果你面上面的个点 没有对称性的话 你要去做高斯定理 e.ds ds是什么 二维的积分 你只是自己找麻烦 所以有一件事情 高斯定理有用 只有用在 对我们应用上就是要一个 Symmetries 它要是一个Symmetrical的System 你才会有用 所以是一个对称性的这个系统才会有用 那不对称性的话 你高斯定理还是存在 但是 但是你就是什么 用起来没有那么顺口而已 OK 这是我们在讲高斯定理的整个情况 那你已经知道高斯定理了 也知道电厂了 接着我们要讲的是 电学里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电位 没有问题的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空间里面 有一个厂存在 那我现在把一个Test Charge OK Q0 我把Q0的Test Charge呢 从A点 移到B点 我需要做的工 是W 从A点 移到B点 我一共要做这么多工 那 对这个 从A点到B点 为什么要 要对他做工呢 最主要的是 我要 永远 OK 我要 Keep住 他是 equival 也就是说 本来这个Test Charge 我今天 我如果没有对他做工的话 那电厂是这个方向 他就什么 受力了 他会受力啊 对不对 那我要让他保持平衡 我是不是要 给他一个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力 才能够让他 保持平衡 对不对 所以 我一路上面 我都要对他做工 这个是 Force F 所做的工 不是厂对他做的工 是我要 对他做的工 那 让他保持平衡 的情况之下 我所做的工 好 那这个工 如果我把它除以 Q0 因为这是Test Charge 所以我就把它定义 定义成 B点 跟A点 的定位的差 换句话说 你现在因为 你要把这个Test Charge 从A点 移到B点 一路上让他维持平衡 那你对这个Test Charge 做了多少工 这个工呢 就流到B点的定位 一定会比A点的定位来的 我已经把工给你的 对不对 那 B点的定位 跟A点定位的差 就是你对他所做的工 除以Q0 这样了解吗 有没有问题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定义的时候 我说 假设 我在无从远的地方 定位 令他是等于0 那我就可以知道 对B点来讲 就是等于 从A点移到B点的时候 这是我们在定义 定位零点的时候 一个 我把A点 视为零电位的时候 那B点的电位 他就等于 BA到B 因为A点是零点的定框 那平常这个点在哪里 这个点常常是在Infinity的地方 OK 非常远的Distant的地方 平常是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那 我们这是 我们在整个定义 定位的情况 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实际上 有没有定义 电位零点 对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的电位 其实 最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以电位差的概念 在定义的 它不是绝对值 它是一个什么 相对值 它是一个相对某一点 而言的相对值 所以它是一个 Difference的概念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它是一个电位差的一个概念 OK 而且 这个电位差呢 因为你是从公的定义来的 所以 它是一个scale 它是一个scale 它不是 它不是一个Vector 好 那这些概念你有了以后 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既然你是定义 从A点到B点 你对它做的功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所思的力 F实际上是等于多少 F实际上是负的QE 对不对 你才能够让它保持平衡 保持平衡就是F 加上QE 要等于力 所以依照我们刚刚讲 我从A点 余到B点 所做的功 功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力 乘上位移 就是功 换句话说 从A点 要到B点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就是等于负的Q 也是tested charge 所以我们这个Q0 你把Q0移到外面 1.dr 是从A点移到B点 那依照功的定义 我说 vb-va 就等于Q0 分之Wa到V的部分的话 那Q0被拿掉了 就是等于1.dr 从A点移到B点 这个就是我们定位差的 一个最主要的定义了 好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任何一个位置 在任何一个位置上面 他所受的力 Q1 那你要对他 撕一个力 这个力呢 是跟Q1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让他total force 是等于0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F 好 那如果是 这样的定义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针对一个 point charge来看 那对point charge来讲的话 Vb-va 就等于负的 A到B 它的电场1 是等于 是π1小0 R平方分之Q R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 是π1小把他提到外面来 Q负的 R.dr就是R方向 OK 从A点移到B 换句话说 你的point charge 本来 你的场 四面八方 那我现在 我从A点 一直移到B点 对A点的话是RA 对V点的话是RB 那我们看到 我们把它积分一下 我们就变成4π1小0分之Q R分之1 这是A点 就是RA到B点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这个结果就是 π1小0分之Q RB 减掉RA 好 我说 这就是我们的 V V 减 VA的值 那我说 当RA趋近于无穷大的时候 那VA就可以是它 它是无穷大 无穷大分之1是0 所以我们就说 在B点的位置 它的定位是等于4π1小0分之Q RB分之1 那实际上你在讲这个的时候 你的定位是4π1小0 RB分之1的时候 你已经 你的假设是这个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什么 是结合在一起的 你不能分开的 你已经假设 你的定位0点是 无穷远的地方 是你的定位0点 好 你才会有说 我在某一点 RB的位置上面 那它的定位是4π1小0 RB分之Q 的情况 不是 你已经定 无穷远的地方 是定位0点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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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